我覺得他們最誇張的是他們是幹部直接進包廂 拿給那個客人 然後還說這藥吃下去可以怎麼樣 台灣的酒店 色情 毒品絕對脫不了關係 毒品的話 它可能是粉狀的 然後一包一包的 那300個小姐 都染毒 或是幫她賣毒的話 她一天 從一個小姐身上 大概可以賺到快1萬塊錢 300個就叫做300萬 她一天可以賺300萬 你說這個利益 旁不旁大 酒店業者競爭激烈 對於酒客吸毒 多半睜一隻眼 鼻一隻眼 甚至還有酒店幹部 直接賣毒給客人 準備隱秘性高的包廂 舉辦毒趴 警察上門 趴車小弟 無線電通報 還可從後門落跑 八大行業裡 毒品暴力究竟有多龐大 中時新聞網副總編輯 待至楊受訪 震撼內幕全說了 基本上就是透過幹部 然後這個幹部 他自己可能私下 跟這個客人有交情 就會去賣這個毒品跟藥 如果你酒店有販賣這些東西的話 你備了祭典的話 你這家是永久歇業的 那有些幹部他可能想要多 私下多賺外快 就會去做這種行為 真實狀況 我自己就有看到 就是某家幹部 在他們店裡販賣撞養藥跟毒品 所以這樣的狀況還是持續有 持續有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們有找人家壓這件事情下來 我覺得他們最誇張的是 他們是幹部直接進包廂拿給客人 還說這個藥吃下去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很瞧不起那間酒店 他賣壯陽跟賣毒品分別是什麼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他們都說藍色小藥丸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毒品的話 他可能就是三螺的那種粉狀的 然後一包一包的 然後是給客人 其實過去大家都有一個出乎的觀念 就是說我們到酒店去消費 好像就是只是可能就是單純的喝酒玩樂 或是事後的S這種肉體上的快感 那說實在話 那其實大概這十多年來 台灣的酒店文化都已經整個改變了 那已經很多的毒品都已經嚴重的入侵 台灣酒店白白種 像是卡拉OK店 鐵皮屋 制服店 便服店 甚至私人會館 過去十多年前 台灣酒店甚至因許多幫派分子酒店插旗 爭奪背後龐大利益 拿兩大利益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小姐經濟約 第二個就是毒品市場 那小姐經濟約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但是再怎麼樣好賺 都不會比所謂的毒品好賺 那所以說其實大概從十多年前開始 全台灣的這所謂的制服酒店 基本上我們都會私底下稱它為說什麼搖頭店啊 或是K店啊 因為這不是說大家外面把它安的一個名而已 而是說這些店的圍市 所謂的圍市就是外面的幫派分子 他們為了要在裡面賣藥 所以他們都會找包括自己爬車小弟 包括酒店的少爺 甚至裡面的小姐 跟客人所謂玩這種陪搖的遊戲 陪搖啊 陪拉K等等 那增加他們的毒品收入 毒品的暴力究竟有多龐大 我們就以十多年前K他命市場行情價 一公克大約在850塊 如今已漲到一公克4500塊 五六倍的成長利益超驚人 如果一個酒店少爺 他跟自己的這個要頭進貨是進1000塊 他賣到這個客人手中或小姐手中 那基本上就賣三到四倍的價錢 那比起他一個晚上的薪水也是高好幾倍 那尤其是他們所謂的在經濟約會 綁了很多小姐當成他們的禁卵之外 他們也會為這些小姐毒 那讓他們成癮之後 這些小姐基本上就成為他們的基本要角 我就講我自己一個認識的一個經濟頭 他旗下就大概快1000個小姐 那我們不要說1000個小姐裡面每個都染毒 我就講說大概三分之一 三百個好了 那300個小姐都染毒 或是幫他賣毒的話 他一天從一個小姐身上大概可以賺到快1萬塊錢 300個就叫做300萬 他一天可以賺300萬 你說這個利益龐不龐大 那另外當然還有更高檔的 就我們講的 便福店跟私人會館 那便福店比較常出現的就是說所謂的大麻 甚至骨科檢 但骨科檢這種東西因為實在是太危險 太珍貴 所以一般大家不會在便福店裡用很少 除非有人已經刻意要張揚 或者一般都是在所謂的私人會館裡面 但是大麻的話 他稍微普通 而且一般人認知說大麻不會上癮 或是刑法比較輕 錯的 他們這些所謂的企業富二代 或是一些海外回來的這種ABC 他們的一個錯誤認知關聯 但實際上他們就很喜歡在這些場所使用大麻 大麻一分兩種 一個是大麻花 一個是單純的大麻葉 那大麻花的價格又多大麻葉大概一倍以上 所以我們講說這樣一克的話 你可能大麻就三千塊 那大麻花就是六千塊 那所以說你看 我一個晚上如果能夠賣個幾十克 那也是幾萬塊 所以那個其實價格 那個利益非常非常的驚人 雙北市各種型態的酒店破千家 範圍擴大全台各縣市 整個毒品市場不法分子 需求量大增 犯罪所衍生龐大的金流和私人利益 這是不能錯的秘密 酒店業者販售安Vitamine或Cetamine等 給消費者使用 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犯罪 因為依照我們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第四條的規定 販售這個二級毒品 本身是可以處到無期突襲 或者是十年以上有期突襲 甚至可以處到一千五百萬元以上的罰還 再者呢 販售這個藍色小藥丸 因為本身酒店業者 並沒有藥局這樣子的許可遲照 所以違法來販售這個藥品 依照我們要是把第27條 以及第92條的規定 是可以處到三萬元以上 兩百萬元以下的罰還 多謝 旁邊 全新的民主